你父母面对孩子青春期压力都很大 你父母应该如何面对 刚刚妮妮妈妈说 退让 退让 再退让 那我可能另外一个词叫做 这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青春期孩子 你会刚刚说 他急不像小孩子了 但是又还不是真的大人 所以中间他会无所适从 然后他会做一些 可能是你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人很重要的是 需要先平心静气 冷静 冷静 再冷静 这是第一步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的父母陪伴孩子 其实在让他找到自己 是他生命中的那个自己 而不是我们的期望 人真的生命里头有一定种子 它需要土壤 但是是这颗种子可以发展的土壤 所以与其在我们太多的介入 不如是更多的引导 如果他还有什么 还需要再更多的去引导他的话 你先说五样十样 他有的 其中再点一样说 如果你这一点再改善一下 会怎样 更好 会更好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鼓励父母们 除了冷静以外 就是信任 信任 再信任 因为他的生命里头 有一个奥秘在里头 嗯 嗯